由于台风泥沙和海棠连续席台 台电昨天晚上公布了高雄台南已经达到了5000多户停电 目前已经尽速在抢修当中 另外截至昨天晚上9点 泥沙台风累计曾造成停电户数有60万7000多户 负电的状况已经有56万5000多户 负电率可以说是超过了9成 而台电公司发言人林德福指出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投入了2000多个人力 以及派出了千辆的工程车修复 希望在努力修复后能在今天晚上恢复电力